先謝謝大家來聽我的議程 其實我還蠻緊張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投稿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站在台上 那更緊張的是台下又有一位在SEO公司工作的一位專業搭搭 所以我的壓力非常的大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就是用怎麼去搭配一個黑帽SEO 然後去控制去用一個作弊的方式 讓網上的排名去暴力的一個上升 那首先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的名字是郭錦棠 那也可以叫我A力 那我現在是在台中的宏光科技大學資管系 我現在是三年級 那我的研究領域的話是Web Security 跟Black Hat SEO 就是今天要講的主題黑帽SEO 那我本身是一位Maker就是創客 那我現在在一間網路公司擔任資安實習生 那接下來是我的一個outlet 就是一個大綱 那我會首先先介紹一下就是什麼是SEO 那再來是介紹說 SEO介紹完就是白帽跟黑帽的差別 那再來是說黑帽SEO 它又有哪些的一些技術一些名詞的介紹 那以及黑帽SEO的應用 那再來的話最後就是我在 大概半年前就一月的時候 一月三月的時候有幫朋友做一個研究的一個成果案例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個議題的話 哪些人可能會需要了解呢 可能是說像是你本身有在架網站 或者是你有幫別人架網站的經驗 自由網站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本身是一位網管網路管員 那第三個可能是說你自己是在SEO公司工作 或者是說你自己想要做你有網站你想要做SEO 或是第五點的話像是說你自己 假設你沒有架網站但是你想了解SEO 黑帽SEO也是可以 那什麼是SEO SEO其實它就是一個搜尋引擎的優化 就是簡單來講它就是透過去推算說 這個像是搜尋引擎Google 百度啊這些去分析它的一些演算法 那透過這些演算法的方式呢 去讓自己的一個網站排名上升 那你的網站就可以優先的被 可能被使用者被客戶給看到這樣子 那主要就分為這三點 就是一個是keyword的關鍵字的排名 然後頁面的收入 跟你自己網站的一個排名的首頁 那keyword的排名的話可能就像是 假設今天有一個hecon的這個網站 一個研討會 那你想要知道hecon這種東西的話 你可能會先在Google搜尋嘛 比如說你會搜尋hecon 或者是資安、駭客、CTF 這些一些關鍵字的keyword 那當你搜尋這些關鍵字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hecon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keyword 所以今天假設你搜尋了一個資安這個keyword 你可能在Google的第一頁就可以找到hecon這個網站 那再來的話是一個頁面的收入 頁面收入的話就是 每次當你做一個搜尋的時候 那你都會發現到說 Google會告訴你說 這個網站你搜尋了這個結果 它總共收入了多少的一個這樣的頁面 那收入的越多的話 基本上代表的都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有被收入你的網站才能被看到 那如果說你沒有被Google或是百度這些搜尋引擎收入的話 那儘管你在搜尋引擎上面打上你的網站 打上你的keyword 都是找不到你的網站的 那再來是排名首頁 排名首頁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要搜尋hecon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如果說大家搜尋到的都是 通常都是在第一頁第一個嘛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做SEO的話 那你的網站可能就會跑到第二頁第三頁 甚至是第十頁這樣子 就排在比較後面 那別人就搜尋不到你的網站 那SEO的好處的話 主要就是分為 我這邊歸類為以下這四點 分別是網站曝光 那其實SEO我覺得 它就像是一個企業的一個公關 一個形象一個推廣 那SEO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讓你的網站 能夠優先的排名在前面嘛 Google的前面 第一頁這樣子 最好是第一頁又在最上面 那是最好的 這樣子使用者 他就可以快速的搜尋到你的網站 那再來的話是商品的銷售 就如我前面所提到的 別人能夠快速看到你的網站 那看到你的網站 他可能就會點進去 那點進去的話 看到你的 比如說你的產品 你的商品 那進階的 他可能對你的產品有興趣就跟你買 那也可以提高 提高商品的銷售 再來是我今天也是要講的 比較重點就是廣告收入 我待會會提到一些關於SEO 黑帽SEO 然後流量 然後跟收入的一些 對 就是如果說你做了SEO 那別人看到你的網站 就自然就會有一些流量 那透過這些流量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變現的動作 換成現金 比如說你可以刮Google的廣告 那再來是企業的品牌 別人優先看到你的網站的話 那可能就會比較記得你 對 那接下來這邊就要介紹一下Google的兩大門神 分別是像是企鵝跟熊貓這兩個演算法 對 那企鵝演算法的話 我這邊就是 企鵝演算法它其實主要就是去檢測說 你這個網站有沒有用一些不好的方式 比如說像黑帽SEO 然後看你有沒有一些怪怪的一些外部連結 那什麼是外部連結呢 可能像是說你今天是一個資安的網站 可是你跟別人做了 你可能會跟別的網站做一些友情的連結嘛 那這些友情的連結 卻是一些比如說是賣汽車的 賣保養品的 這些一些跟資安無關的網站 就是可能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明明不是資安的東西 為什麼會做友情連結 對 他會去測這些東西 那再來是熊貓演算法 熊貓演算法的話可能就是去測說 你的網站的內容品質啊怎麼樣子 比如說你的文章是不是原創的 還是抄別人的 對 這一些 那這種農體的話可能就像是那種 內容的農場 那他就 內容農場都是抄別人的嘛 就是採集別人的這樣子 那相對的他的 SEO的排名 或是他的評價可能就不是那麼的好 那這邊的話 給大家兩句話就是 其實有很多很多 你看過 但是卻不知道的技術 對 就是你平常生活中時常看到 可是你卻不知道說 原來這也是 什麼樣的一個技術名詞 或是說原來他就是 用一些作弊的方式 那 第二句話在純技術的領域裡面沒有 黑與白 就是說 因為我 這次投稿是取黑帽SEO嘛 那 每次有朋友問我說 你題目是什麼 我說用黑帽SEO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每次聽到黑帽SEO就以為我在幹黑產這樣子 那其實不是 OK 那大家 相信大家都聽過說 駭客有分為白帽駭客 也有分為黑帽駭客 那其實SEO也有分為所謂的白帽SEO跟黑帽SEO 那我這邊講一下 就是其實 黑帽SEO 他不等於黑帽駭客 他也不等於黑產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 黑帽SEO也是會涉及到一些黑產的方式 OK 那白帽SEO的話 他主要 我這邊會稍微提一下 因為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他主要就是去看你的 網站的頁面 O不OK 比如說你有沒有太多的404的錯誤頁面啊 或是說你的友情連結這些品質 是不是跟你是有相關的 那以及使用者的體驗 假設你今天這個網站 連進去太慢 或者是 整體來說 體驗 讓使用者體驗不是很好 他一進去你的網站馬上就離開的話 那這樣都會造成你的一個 就是排名的或是被扣分這樣子 對 就是我剛才提到他 他不是黑產 他也不是什麼黑帽 愛客 他是 他單純就是一個 搜尋女行作弊 就是我不管你Google演算法怎麼樣 我就是要一個暴力的東西 一個暴力的項目這樣子 我完全不理你 那什麼人會做黑帽XEO呢 可能像是說黑色產業 這些黑產的一些公司 可能像是賭博的博弈的 或是成人色情的網站 那像一些業界的公司 可能也會稍微偷偷做一下 比如說很競爭的 像是保險啊 旅遊電商這些公司 因為他們競爭的實在太激烈了 所以他們為了想要讓自己的一個產品 一個網站想要讓自己變成變到 可能Google第一頁去給別人看到的話 他可能就會做一下黑帽XEO 那再來是這一點騙不懂的客戶 也是蠻常發生的 其實在台灣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是那麼OK的XEO公司 那客戶就會 因為客戶不了解XEO是什麼嘛 他只想跟公司講說 我架好一個網站了 可是我沒有流量 我沒有使用者來看 那我想要做一下這個 所謂的XEO 讓我的網站有使用者進來 那XEO公司可能就會幫他做一些 就是不是幫他做白帽 而是幫他做黑帽 讓他短時間的看到流量 那客戶傻傻的也覺得 欸OK啊 這樣有流量還蠻不錯的 你就笨笨的被騙了 那黑帽XEO的話 它主要就是 它其實它分了非常多的一些 一些技術名詞 像是隱藏文字 或是網頁快照 一些劫詞的動作 甚至是鏡像 或者是掛一些黑鏈啊 然後關於資安的 可能就像是Coside XSS的跳轉 戰群啊刷流量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作弊的方式 都是不好的 那誰是目標網站呢 可能像是這四點 像是政府跟學校的話 因為他們最主要就是被 黑客 或者是黑帽XEO最喜歡這種網站 政府跟學校 因為他們是GOV跟EDU的嘛 這種網站通常都是 比較優先的 被Google引擎給優先的信任 因為通常這些網站 不會拿來做像是黑產 或者是做怪怪的事情嘛 所以會優先的信任你們這些網站 你們網站 假設發布了一篇文章的話 我都會優先的信任你這樣子 不會再做一個大波的確認這樣 那 比如說新聞網站的話 比如說像是某個水果日報好了 那假設今天 駭客打下了這一個新聞網站 那他就會可以去做一些 新增新聞的文章 然後在裡面 間接的推廣他這個公司 比如說這間賭博公司的一些網站 那使用者點進去的時候看到這些賭博網站 他不知道他就點進去 就可以增加公司的一個排名的方式 那高權重的話 這邊簡單介紹的話就是說 高權重其實就是高流量高使用者的網站 不管他是政府學校或是新聞網站 任何網站都可以 只要這個網站使用者很多 那都是黑客的一個目標 黑帽SEO的一個目標 那在網路的世界裡 其實網站流量就等於錢 那這邊的流量其實不是那種 網管在看的那種 Mega的那種流量 而是指說 我今天一個網站 假設有100個用戶來看我的網站 或是說我今天這個網站有1000個使用者 那我們可以稱為這個叫做流量 你就可以對外說 我今天有一個部落格 我每天有1000個流量 1000個使用者 那有了這些流量 我就可以想辦法拿去變成現金 變成錢這樣子 那有流量能做什麼的 像是黑色產業的話 因為黑色產業就是 比較像包含那種博弈 或是成人的 那人通常都是比較好色 然後貪心好賭的 那看到這些網站就會想說 要不然我也來讀讀看 我也來看一下 那就可以增加他們的流量 那黑色產業就是想要做這種黑帽SEO 短時間的做一個暴力的項目 我想要把所有站長所有網站 我打下他的網站 我把他的所有流量 把搶制的搶過來 對這樣子 或者說你有了流量 你也可能可以去掛一些廣告聯盟 或是Google的廣告 那你也可以賺一些錢 比如說你每個月可以賺個幾千塊 幾萬塊都可以 那就看你怎麼去跟這些商家談 那講了這麼多 那到底什麼是黑帽SEO呢 OK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好了 我那時候在5月10號的時候 我剛才要去中國 去一個所謂民主又文明又自由的一個國家 那時候我要去杭州西湖找朋友玩嘛 那我想說那既然去找朋友 總要帶一些伴手禮 那我是台中人 那台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 名產就是太陽餅這樣子 那這家阿民司我順便供商服一下 這家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所以我就在Google打一下 它這個網址叫做 3cake.com.tw 那我打阿民司太陽餅 結果跑出來的是一種怪怪的東西 它這邊寫說 欸化得著高級 酒店高級什麼什麼的 我會奇怪 我明明是打阿民司太陽餅 為什麼會跑出這樣的東西來 可是我點進去 卻是這樣一個正常的頁面 一個正常的網站 可是為什麼Google搜尋到的 卻是這樣的一個怪怪的東西呢 那我就當下就滿臉的黑人問號啊 我明明輸入的是正確 所以為什麼點進去是一個 我明明輸入正確 然後Google搜尋到給我的 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我又剛才要去大陸 他又知道我要那些東西 OK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網頁快到的結實 那簡單來講就是 當黑客打下你的網站之後 他拿到你的WebShow嘛 那他可能就是去在半夜的時候 因為半夜或是假日的時候 通常網館都會在睡覺或是休息 他不會去顧網站 那他就趁半夜的時候 去更改你的網站內容 更改你的標題啊 內容之類的都可以 然後 因為Google搜尋引擎 他是在24小時 一直在做一個網路爬從 一個收入的動作 所以當他在半夜改完 那Google去爬渠道的時候 那他在趁可能早上5點6點的時候 網管要醒來的時候 他要趕快把它改回正常的頁面 所以這時候你才會在搜尋引擎看到說 為什麼你搜尋到的是一個怪怪的東西 可是點進去卻是正常的頁面 這就是網頁快照的一個劫持這樣子 OK 那這也代表說 其實黑帽SEO隨處可見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當下不知道說 原來這就是做一個黑帽SEO的方式這樣子 那再來是換站群 這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一個黑帽SEO的方式 那簡單來講 他就是第一點 他就是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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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網站 可能有幾百個幾千個網站這樣子 那站長再透過一個所謂的站群伺服器去管理 可能這個站群伺服器有兩百多個IP 那每一個IP分別配到了一個網站這樣子 那在這邊的話 用每一個網站 他又有一個所謂的他的主題 那每一個主題再把它串連起來 變成一個大主題這樣子 那架構可能就像這樣子 這邊有好幾個點點嘛 好幾個顏色 像是藍色的 綠色的 橘色的 還有這個粉紅色 紫色的 對 那每一個顏色的點點都分別代表的是一個網站 OK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呃 像是 欸 為什麼沒有翻譯 這邊 呃 像是說 這邊有一個 中間是一個資安嘛 這邊資安就是一個資安的網站 那 呃 藍色這邊的話也是 每一個都是一個網站 比如說 這邊就是逆向的網站啊 滲透的網站 那橘色這邊 像是XSS 他也是一個網站 那 站群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在這邊做了一個XSS的網站 我這一個網站就是專門只介紹XSS 就是 介紹XSS的影片啊 實錄啊 文章 我什麼都不介紹 我就介紹XSS 那這邊的話 密碼學的RSA 我就是專門介紹RSA 我什麼都不介紹 我就介紹RSA 所以這邊有一個網站 這邊一個網站 一個網站 一個網站 這樣子 然後 他這邊再做一個滲透的網站 那這些滲透的網站 又包含了XSS XXE 或是SQL Injection 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當他做這麼多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幾十個 甚至幾百個 這樣的一個大主題之後 他把他全部的流量 匯整到一個資安的 這個所謂的資安的網站 那這個資安的網站 又包含了 這些所有領域的一個資安 那這就是一個暫停的方式 那是非常暴力的 那這時候就會有人問說 欸 那我要做 怎麼可能 一般人怎麼可能做幾百個網站 幾千網站 那 成本太高了嘛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有參加那個上次的CodeCup 那 還記得那個 甘地有送一些很多很多的Domain 那那時候 其實我在去年跟今年的時候 我就拿了蠻多 拿了快一百個 那時候攤位的負責 攤位 攤商還跟我講說 欸 你有這麼大量的需求嗎 然後我說 嗯 我需求是還蠻大的 所以我就拿了還蠻多的 那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 所謂的站群的方式 對 那這也可能是像是 網路蟑螂這樣子 那每一個 每一張子都可以註冊一個Domain 那如果說你沒有拿到的話 也沒關係 像現在的話 在乾爹網站的話 你現在註冊一個的話 只要43塊台幣而已 那1000個Domain 他就是43000元 其實還蠻便宜的 OK 那 你會想說 你有問號啦 欸 我光是管理一個網站 都來不及了 都 這麼麻煩了 快累死了 我怎麼可能管理這麼多的網站 那我這邊會介紹一個 其實 要管理那麼多網站 其實不會很難 你有一個站群的 所謂的站群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內容農場的最愛啦 因為我之前也有架設過內容農場 所以我都了解這一塊 那內容農場 站群軟體他可以自動 你只要寫好規則 他自動的幫你去做一個爬取 爬蟲的動作 幫你爬別人的文章 就是偷過來 然後你可以自動的發布文章 然後自動更新啊 那支援 他支援大量的一個CNS平台 那 那相信大家在Copy別人的原文的時候 可能再貼上 那一定 通常人就會看到說 你明明是Copy這一串文字 為什麼他會 你明明是複製這一串文字 可是你貼上的時候 卻會跑出原文的出處 那他也可以幫你自動的過濾掉 這些都可以 那站群軟體 大概就長得像這樣 他在左邊 他可以一次管理個 數百台數千個網站這樣子 那在這些功能上面 他可以去設定一些 採集規則的一個 頁面 一些功能 那 接下來你有了站群 這麼多網站之後 你也爬了那麼多的文章 接下來你也可以做一些 所謂的像這種 寄生蟲的一些 黑貓SEO的一個方式 也是就是說 今天駭客打下你的網站 拿到你的WebShow 他可能會 他做一些脫庫的動作嘛 就是 把你的資料庫給dunk下來 然後拿去黑市賣啊 或是做詐騙的方式 那WebShow他可以拿來幹嘛呢 他可能也可以拿去黑市 拿去賣 或是說他可以自己拿來做一個 黑貓SEO的一個利用 他可以去生成大量的一個 keyword的頁面 那 可能就像是這樣子 假設今天我是一個賣 我是一個保險公司 或是一個 某某公司好了 那我可以 我駭客打下了這麼多的WebShow之後 那 我就可以去做寄生蟲 我可以去大量的生成一些 所謂的關鍵字 什麼財稅啊 保險啊 都可以這樣子 那當使用者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可能就會優先搜尋到這些 這樣子 那你這邊甚至還可以添加一些 你自己的聯絡方式 那 蜘蛛池的話也可以成為網路爬蟲 就是Google引擎的一個爬蟲這樣子 那 他就是 他其實就是一個 專門去養這些 搜尋引擎的一個蜘蛛 就是 因為蜘蛛 這個搜尋引擎的蜘蛛 會去爬你的一個網站 爬你的收錄頁面 那爬到了你才有收錄 所以他可以透過這些大量的WebShow 然後去生成大量的一個 友情連結一個外鏈 那這些外鏈再全部的去 連到你的主網站 你自己的網站這樣子 對 這也是很暴力的 就是 都是透過WebShow 然後把別人的網站的流量啊 把你的資源 全部都把它搶過來 變成自己的 所以你自己的網站可能就沒有了 那鏡像站的話 其實他就是 按照鏡像這個 其實就像一面鏡子 我是完全複製你的一模一樣的網站 那我稱為這個叫做爆大腿 爬什麼叫爆大腿呢 因爲 大家應該都聽過像是 庫博網站 一個電影網站 大家時常上去看 那假設我今天想要做一個庫博網站的話 那我 99庫博 那我可能就叫做66庫博 那我複製跟它一模一樣的網站 我什麼都不用改 那有些使用者 他可能會不知道說 哪一個網站才是真的 他可能就會來我的網站這樣子 那過個幾個月之後 當我的網站 有一點點小小的名氣 有一點小小的使用者之後 我就來把我的這個所謂的網站 把它流量 導到我的可能是黑產的網站啊 像是賭博網站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鏡像站這種一個手法其實是蠻常見的 假設你自己有架設部落格或是架設一個網站的話 那你可以去 趕快搜 你可以搜尋一下 有沒有人透過這種方式去copy你的網站 再試著把你的流量給偷走 你可能可以在Google去搜尋說 像是下這個語法 然後去找 就輸入你的網站標題 看有沒有跟你 重複的跟你一樣的一個標題的網站這樣子 那如果說發現到有然後這些網站 不是你的 不是你不認識這些東西 那你可能就趕快把它的server 或是怎麼樣把它ban掉這樣子 那比如說我這邊舉個例子好了 像是我這邊輸入 我想要找有沒有人去做一個鏡像站的台灣黑客年會 那我可能會看到這些這麼多的東西 那首先第一個 那第一個當然是 HitCon的網站嘛 那是OK的 那下面幾個的話可能就是KKTX或是Facebook 那這些也是很正常的 那假設說你今天看到有一個是 某個 HitCon 叫做HitConTW的網站的話 那這個網站 假設它不是HitCon的 那它可能就是透過鏡像的方式 去Copy你的網站 然後再偷你的流量 它可能可以拿來做詐騙 做釣魚網站之類的 那假設你覺得說 前面這些東西這麼複雜 要錢然後要web秀的 那假設你沒有技術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上黑市買web秀 黑市都有在賣 像是 但是這位我幫這位大大馬賽克了一下 他說出售一個web秀 只要20塊人民幣 大概就是100塊這樣子 所以在做黑帽SEO的時候 這些黑蟬都 他們假設不想花時間 他們就直接花個幾萬塊幾十萬的 去買這些別人的web秀這樣子 然後拿來做黑帽SEO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像是以某個黑蟬的廣告為例子 讓我們來算一下 就是假設你今天做了一個戰群 所謂的戰群 你可能去跟乾爹啊 或是跟go daddy 乾爹 然後買了很多的domain 那你經營了三個月之後 假設你經營了這麼辛苦 然後三個月之後 你每天的流量有300個 那一千乘以三百就是千萬十萬 三十萬的流量 那這時候我就去問啊 我說嗨你好 我有一個網站 那我每天有大概三十萬的流量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這樣的一個網站流量 收入能夠有多少呢 那他下面就回覆給我說 他是按照一個所謂的CPM的 一個廣告計算的方式 那每一千個流量 就有大概2.5到4.5的美金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暴利 一個非常黑慘的一個項目 那大家可以去計算一下說 三十萬那除以一千 那你大概乘以個2.5好了 那你這樣子 一天喔 一天的收入就有多少 對 那這邊是我上次 前幾天看到 就是台灣某個爆料圈色 爆料差色 那他現在也是 每天的流量大約是二三十萬左右 對 那他光是一個月 就可以賺了六十萬的台幣 對 所以這是一個 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 想要做黑貓SEO的方式 就是他想要吸引的大量的流量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會比較稍微再黑一點點 就是黑鏈 就是也是駭客 當他打下你的網站之後 那他可能會在你的頁面 插入一些所謂的隱藏的一些 連結 一些文字 或是一些 keyword 那先來一點基礎的 可能像這樣子 他打下你的網站之後 那他去更改你的html 更改你的前端 那這邊看起來都好像很正常 他就是一個超連結連到 TECOG 台灣駭客年輝這樣子 但是 真正的問題是在於這 他這邊輸了一個就是 TOP 跟LINE 然後-999 -999 那-999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想要把這一個 所謂的超連結 這一個 台灣駭客年輝這個字眼 把它 移到視窗外面 讓你看不到 那看不到就是 他不想讓網管 不想讓使用者看到 他只想讓所謂的 Google 搜尋引擎 去讓他爬從 爬到這一個 所謂的 keyword 這個超連結這樣子 對 那 或者是說 他也可以做 這樣的所謂的 一個黑鏈的動作 他不一定要把他的 移到視窗外 他也可以跟你的背景 網站背景是 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他射成白色的 那你這樣子 可能就看不太到 可是在 Google 搜尋引擎的方式的話 他是去爬你的 爬你的 頁面的圓碼 所以 他只要爬下這個 你就OK了這樣子 那 頁面 keyword的話 這個 現在 因為 這是之前的手法 就比較老套了 但是現在比較 不常有 可能說你今天架了一個 網站 那 你今天可能架了一個 Hikon這個網站 那你 keyword 你希望別人說 今天別人輸入駭客 他就可以找到 Hikon這個網站 或者是說 他今天輸入一個 匿名者 他也可以找到 Hikon這個網站這樣子 所以他需要去做很多 所謂的這些 keyword 他希望這些 keyword 只要輸入到 Google搜尋引擎 都可以找到 Hikon這個網站 那這是所謂的 頁面的 keyword 可是 在現在的一個 演算法中 更新完之後 這個就已經 沒什麼太用了 那接下來的話 是比較稍微進階一點 可能說 駭客也可以去偽造一個所謂的 PDF 他這邊PDF的話 這是一個正常的PDF 但是他這個PDF裡面 他可能就放了很多 不是 不是關於 可能不是關於 Hikon的內容 他可能就是放一些 什麼什麼賭博網站 的超連結 然後介紹這個賭博網站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因為Google在搜尋這種 PDF的時候 他也會 比較稍微優先的 去做一個信任的動作 他也沒辦法去檢查說 你這個PDF內容 是不是正常的 所以 當使用者 點進來這個 PDF的之後 他就會看到裡面的東西 那可能就會 被導向到 另一個網站去 就也間接的 偷取你的流量了 那接下來的話 也可以做所謂的 像是 XSS攻擊 那XSS可能大家都以為說 只能做Alert 像是跳窗的方式 或者是 你可能在想到 嚴重一點的是Cookie Cookie可能可以去偷 管理員的帳號這樣子 但是 那樣的一個方式就是 能成功的機會比較小 那 呃 Haker的話 比較喜歡就是 所謂的一個Store的XSS 可以做一個跳轉 直接強制的把你所有的 流量你的使用者 全部都強制的把它 轉到我的網站來 那我的網站 可能就是一個 釣魚網站 一個詐騙網站 甚至是一個賭博網站 這樣子 那 XSS跳轉 可能像是 你可以 你要下什麼語法都可以 那我這邊 隨便舉例一個 就是Location的一個 跳轉的一個語法 OK 那在這邊的話 我也介紹一個 就是我在 大概半年前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打 Bug Bounty 那剛好打到一個 一個 國外的 很 算蠻有名氣的一個CNAS 那時候就是 去做一個Core Review的動作 那 也找到 它一個 XSS的一個利弱day 那 當 駭客打下來 像他找到這種所謂的利弱day 他就可以去做 大量的去做一個 擴散的跳轉 把你 所有的網站 就是全部去刷下來 這樣子 可能一次刷十幾個 幾百個 因為CNAS 某個知名的CS 大家還蠻常用的 對 所以他這樣 抓下來的流量 可能一天可以高達幾十萬個 那不知道大家還不記得 今年在三月的時候 有爆發一個 就是刷2 045的一個漏洞 對 那我這邊也知道 我在刷2 045那時候漏洞爆發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 台灣第二天 因為台灣大概消息都比較慢才知道 大概兩三天之後才知道這個漏洞 那其實在第一天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的駭客去 利用這個漏洞去打去刷 那再去做一個所謂的黑帽 把這些所有的網站 都導向他的這些賭博網站 那我也去測了 總共我刷了112個 就是拿到112個web show 這是在 我之前忘記拿掉的 在某個國家的網站 那這邊高達46%是 打抗的 那其中有大概28%是GOV 就是政府的網站 那接下來就可能是 教育EDU的其他等等的 那你接下來你就可以 有了上面的這些介紹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所謂的組合計 像是你今天得到很多的domain 或是你自己去申請自己去買 那你有做了一個戰群之後 那你把這些所有的戰群 再透過鏡像戰的方式 直接去copy別人的文章 copy別人的網站 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你就在家裡躺在沙發上賺錢就行了 就是所謂的抱大腿的方式 那也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你這些所謂的戰群啊 鏡像戰的網站就會有一點 不管多少流量啊 1000個也好 或是100個也好 10個也好 那假設你有1000個 1000個乘以10就是1萬的 那也是其實還算蠻多的 那有了這些你也可以甚至 可以去做一個web show XSS的跳轉都可以 就是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你只要用暴力的方式 去把你的流量吸引過來 好 那我們再來聊一下說 那最後黑客打下的戰 都怎麼處理的呢 可能說他可以拿去絲綢之路 一些黑市去販賣 對 或者是說一些論壇 一些黑市的論壇 在上面都可以買到一些 所謂的web show 或者是你想要買 黑帽XDO的方式 都可以 那所謂的有庫收庫就是 有資料庫就收資料庫 好我今天什麼都收 你打下一個網站 我跟你收資料庫 我跟你收web show 那我資料庫拿來幹嘛呢 我可能拿來做黑市 我可能拿來做 詐騙的方式 對 盜取個資 那web show就是拿來做 黑帽SEO的方式 那像這邊的話 嗯 就會有很多人 就會在 黑市啊 或是一些 聊天軟體 或是論壇 他會出售一些 像是 便宜的域名 他就是專門拿來 給你做一個 所謂的蜘蛛詞或是 戰情的方式 拿來給你做黑帽SEO 那通常都是幾百個起跳 對 那有批牛肉好便宜的 就是有批域名好便宜的 你不一定要上 GoDaddy 或是不一定要上 甘地買 對 你可能一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個Domain 那也有人在 呃 一些地方 可能他需要找 黑客做一些 黑帽SEO的一個關鍵詞的排名 對 那我這邊就 像小李子 他說他想要找 找人做一個寄生蟲 那通常這些 其實都是一些黑產的公司想要做的 因為他不管 他就不想按照 搜尋引擎的演算法規則去走 他只想一個 馬上或是想要看到的流量 做一個暴力的方式 對 OK 那甚至還有人比較高調 他直接在某個 某個人力銀行 直接招募 他要招募黑帽SEO 然後去菲律賓 對 那從這邊其實一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不一定要寫黑帽SEO 他直接一看出來說 只要他有一些關鍵詞 像是引流的方式 那些通常一看就知道 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做一些黑帽SEO 那在菲律賓又非常多的一些博弈的網站 對 那他這邊薪水其實還開得蠻高的 那除了這些方式之外 其實還有 像是 會有網站 或是一些論壇 或者是一些拍賣 他會賣所謂的一些網站的流量 你不一定要按照上面的方式 這邊他可能 他賣一塊錢就一千個IP 一千個使用者這樣子 那這些IP是怎麼來的呢 他可能說 假設你今天有架設一個部落格的網站好了 那你的部落格已經有小有成就 已經有小有名氣了 那可能就會有人來主動的聯繫你說 欸 我想要跟你買你的網站的使用者 買你的流量可不可以 對 那他又看他怎麼開價 那他當他跟你買流量之後 他再去做轉賣的動作 那這邊還可以 甚至他還可以設置說 欸 我的網站使用者的來源 要從台灣來 還是美國大陸都可以 甚至說 才要點擊進去 到第幾頁 他這邊全部都可以去做一個設定 不過我不知道他怎麼設定 因為我是沒有去買過 那我這邊簡單的做一個案例的分享 我在大概 半年前的時候 就是大概 一月二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 他是做一個 他是做 做黑產的 那他那時候問我說 了不了解 這個所謂的SEO 他想要讓他的網站 因為他剛架起來 那他想要讓他的網站 能夠快速的 被別人知道 那想要有流量 他問我說我不會 因為那時候我也不會 那我想 我剛好也在研究這一個領域 這個主題 那 我就想說好 要不然我就幫他做做看這樣子 那時候幫他做 就做了幾個月之後 其實他百度的一個收入量 就高達了兩萬八千 也是透過以上的這些 一些暴力的項目 就是可能做一些 戰群的方式 或是 透邊的流量這樣子 OK 那這邊是一個 Google GA 的一個流量分析 那他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字沒有很大 他這邊每天 每一天有高達三十萬的一個 瀏覽量 對 那在這邊的話是 他每天有 大概五萬個使用者 他這個網站有五萬個使用者 那光是他這一個月就高達了 一百 累積了一百多萬個用戶這樣子 那總流量也高達了大概 百千 八百萬的瀏覽這樣子 是非常一個高的 一個 一個數字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有些 有些 關鍵字有些 像是他的網站 我就不方便 不方便透露 我就解一些圖 然後把一些東西給馬賽克掉 那這邊是他的一個流量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數據 那可以看到說 當他做了一個 不管是他做白帽SEO也好 或者是說他做黑帽SEO也好 那 他的一個流量的來源都是來自於 來自於Google 就是只要人家在Google搜尋到 打上這個keyword就可以找到他這一個網站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下 左下角他這一張圖 他在大概 11月的時候 這邊1月的時候可以看到 他這邊是垂直的一個上升的動作 對 這邊就是做了 當他做了黑帽SEO的時候 他原本的網站是一個 完全沒有名氣 完全沒有一個使用者的情況下 當他做黑帽SEO 他是瞬間的垂直的往上升 一直到 現在 對 那 他這個網站的話 因為做了黑帽SEO之後 就是通過一些作弊的方式 那 他的網站流量就 排名到了全球第三萬名這樣子 OK 那這是我做的一個 小小的紀錄 就是他在 7月4號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7月4號投稿 那時候想不到題目 那我就想說拿這個題目來投稿 那7月4號投稿的時候 他是在 全世界3萬5千名 那 到了8月10號 那時候我在趕稿 因為8月11號 要交初稿的一個簡報 那我8月10號在 趕稿的時候 我去做一下調查 他發現說 他過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就 上升到了3位 這邊 就是數字越低的話 代表越好 那我 25號也是在修改簡報的時候 發現他終於達到了2萬9千名 那按照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說他繼續做一個 所謂的黑帽SEO的話 他的排名可能就會一直一直上升 這樣子 對 那這邊是在8月25號做一個截圖的紀錄 那這樣的排名代表什麼呢 可能像是說 這邊舉個幾個例子 像是Google世界排名 那大家都知道Google是最大的 那每個人 打開瀏覽器 你可能第一個畫面也是Google 那你找的東西也是 都是用透過Google來找 所以Google他 基本上一直都是全世界第一名的一個 最大的網站 最大的流量來源 那 Google 嗯 不好當標準 那我們就舉幾個例子 像是台灣某個爆料圈社 他有一個 他的自己的網站 他在全球排名了1萬名 1萬名左右 對 那或者是說像是 某個卡查諾論壇 對 他就在全世界是排名第535名 那我那個朋友網站 現在是排名2萬9千名 那大概的一個比例 一個差距就是差在這 對 或者是說 大家可能有在上學資安 可能有上一些Tcon 或是一些對岸的網站 比如說像是 呃 之前的烏雲也好 或者是說 看學 如果是學逆香破解的話 可能就像看學 那看學論壇 他的一個所謂的 就是他每天使用者 有多少使用者 那有多少的流量 那他這邊基本上 他都會做一個初步的紀錄 那他這邊就是排名 大概是在全球2萬名 那他在 全中國的一個網站的排名 就是大概是 差不多1千9兩千名左右 對 那黑帽SEO的產業鏈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 呃 非常一個 非常黑的一個項目 一個產業鏈 因為他 在上游通常做的都是一些 一些非法的一個 網站一些公司這樣子 可能像是賭博色情 或者是 呃 保險這些公司都會想要做 因為他們競爭 我前面提到競爭很大 那他中間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中介人 因為 上游他們可能不懂 黑帽SEO這塊的東西 但是他想要提高他的流量 所以他會找中介人去做 那下來我可能就會 有買賣家 比如說今天一間 博弈公司 他可能會養了兩批人馬 一批人馬 一是駭客 他專門去 就去打別人的網站 就是做黑產這樣子 那他打下網站之後 拿到別人的 web show之後 他就會給另一批的人馬 專門去做黑帽SEO 那把這些所有的網站 把他搶過來 把他使用者搶過來 到自己的一個賭博網站 OK 那我這邊做一個總結 就是 我們都知道 駭客分為白帽駭客 那也分為黑帽駭客 那現在我們知道了 SEO 又有分為白帽SEO 跟黑帽SEO 那黑帽SEO 就是透過一個作弊的方式 去做一個網站的上升 那我們也知道 黑帽SEO 他有哪些的一些名詞的解釋 哪些的應用 那 我覺得總結來說 這些 黑帽SEO 他其實就是一個抱大腿的概念 或者是 他是一個搶匪 對 一個搶匪 去把你的使用者都搶過來 所以你今天點進去一個 正常的網站 你會跳到另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可能就是被做了 黑帽SEO 或是被 黑了之類的 那 如果有在做SEO的 或是你之後想要做SEO 或是怎麼樣 你可能問說 那 怎麼去判斷 這個網站 或是我的網站 是不是被 被別人做了黑帽SEO 或是 我今天付錢請SEO公司做 那我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做黑帽SEO呢 你可能可以透過 以下幾點去做一個判斷 比如說 你可以在你的網站 去裝一個所謂的 GA的一個流量分析 那裝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去判斷說 你的使用者的一個來源 一個比例是多少 那是不是不正常的 因為通常黑帽SEO 他都是在 短時間的 讓你的使用者 可能從0到1萬 或是10萬這樣子 那個數字跳中的太快 太誇張了 對 那這種情況下 可能就是一個黑帽SEO 或者是說 你可能去 調查一下 今天你是一間企業網站 那你去調查一下 為什麼我的使用者 一進來 馬上又離開了 正常來講 應該會多待一下 看一下我的網站啊 那這種情況下也有可能是 SEO公司 或是對方 他去幫你買假的流量 來騙你 那這時候你就被騙了 那也有可能是說 像我剛才前面幾張圖的是 短時間的一個排名大量上升 原本從全世界幾百萬名 瞬間的在可能一個月 或是幾個禮拜內 就上升了到幾萬名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是說 你選擇一間好的SEO公司 就是要選一間評價好的 不要選一些怪怪的 說什麼他要幫你做SEO 那他又不說他是做白帽的 還是做黑帽的這樣子 那再來如果說 你覺得以上都不靠譜的話 你可以自己做白帽SEO 那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全部都有做 就是白帽啊 黑帽 就穿插這樣做 那黑帽SEO它的缺點的話 它有主要的大缺點 就是說 它很多技術面 它很容易涉及到一些黑殘 或是一些違法的方式 比如說他去 因為他需要做很多的 像是拿下別人的Web秀 然後去偷流量的這個動作 那這種方式可能就會涉及到違法 對 那他也有很容易被K 什麼叫被K呢 可能 因為Google搜尋引擎 它不支持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種方式是作弊的 所以當Google搜尋到你 發現到你的網站是做黑帽SEO的話 它可能就會把你的網站給 就是被扣分 那你的網站可能原本是在第一頁好了 那你被發現你可能就會跑到第10頁 第20頁 甚至說 你在搜尋引擎上面 就永遠都找不到你的網站了 所以你這個所謂的網站 你的企業 就沒有用 你可能就要重做了 那也有可能會 你做黑帽SEO的話 造成用戶的反感 因為你今天是要搜尋太陽餅 結果你跑到一間酒店的網站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那我每次要搜尋一些 我要搜尋吃的啊 我搜尋Hikang啊 資安啊 我都跑到一些怪怪的網站去 那我就會很討厭那些網站 對 那最後的話 就稍微做一下法律的宣導 因為黑帽SEO就是 它基本上幾乎每一個都會涉及到法律 除非你是做像是 比較正當 稍微正派一點的戰群那種方式的話 或是一些keyword的方式 或是PDF的話 可能就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方 一些下面的這些情況 對 那可能 你可以私底下稍微自己研究一下 對 好 那我今天報告到這邊 謝謝 好 那非常感謝 這個帶來非常精彩的議程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點時間 應該可以開放現場 可能兩三個提問 現場會眾有什麼想要向講師發問的嗎 後面 桌上麥克風按開就可以了 很精彩的演講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前面有講到Google有兩個演算法 一個是Cheer 一個是Panda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說很多網站都在抄襲別的內容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 為什麼他們可以排到那麼高的Priority 你說排到那麼高的排名嗎 對 因為他們就只是抄襲別的內容 可是他們可能比原本的網站高很多 是 因為這種情況下其實有很多的情況 可能是說 像一個內容農場 他最喜歡抄襲別人的網站 那大家又 又很耐格 就是很愛點內容農場 很愛進去看 那當這個網站內容農場 他雖然是一個透過 不是那麼正當的方式去 就是去 雖然說他是去偷編的文章 可是 大家又那麼愛看 又點進去看 那間接的就會 原本是扣分 那又會加分這樣子 所以他的排名也是會上升這樣子 對 那因為他是 只是單純的去 偷別人的文章 他還不算那麼黑的一個作弊方式 所以 Google 的一個演算法 他不會把他的分數扣得那麼重 對 好那 還有問題嗎 還有想要向講師發問的嗎 如果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非常非常謝謝 郭景棠今天帶來的這場很精采的議程 希望大家可以再給他一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